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2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中国官员的自杀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 主要是讲讲自杀现象 因为最近发生几起这个官员自杀的情况 中国文化并不欣赏自杀 那么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讲的就是中国文化对自杀的态度 尤其是中共建政之后,中共建政之后如果你 以前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畏罪自杀 你是畏罪你才自杀 你自杀就是自决于人民,这是中共语境下的一个 一个定位 那么自杀代表了绝望,但是自杀也代表了另外一种选择 那么 中共建政之后 出现过三次 大规模的自杀现象 第1次是1949年左右,1949年到1950年 那么大概有200万中国的地主 这是中国的土改 中国的土改,土地改革 中国的土改革大概有200万地主 被杀或者是自杀 那么如果全国范围统计的话,现在 没有确切的统计 那么应该会有更多 就说涉及的范围更广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200万 这是第1个,第2个 就是53年到56年期间 这个期间是什么呢,这期间就是 以公司合营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那么大量的实业家地主 资本家 自杀 那么不愿意自杀,不愿意把工厂交出去 不愿意把公司交出去的工厂 资本家,厂长跳楼自杀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情况是很严重 这是第2次 第3次就是1966年 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么这个期间的自杀呢就是 第一类就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然后是社会名流 然后是第富反坏右五类 叫黑五类 还有包括什么呢,包括中共的干部 那么这些 这个自杀的规模 就比前几次要更大,因为它涉及的范围更广 那么中国社会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自杀呢 中国的精英分子已经死亡殆尽 中国的精英已经死光了基本上,文革结束 中国的精英基本上全死光 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纯平民时代 那么最近10年 中国社会出现的自杀现象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中共的官员 中国官员 中共干部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自杀的第4波 那我们讲讲这一波 最新的新闻是什么呢,最新新闻是内蒙古 内蒙古文理厅的副厅长 李小秋5月17号 那么自杀 那么在他工作了13年的这个 内蒙古图书馆 自一声嘛 上吊自杀 那么 胡贺浩特公安局 发布这个警方通报,说这个现场留有遗书 那么自杀原因到现在不明,排除他杀 那么 官方简历显示 李小秋现年58岁,内蒙古族人 内蒙赤峰人 19岁进入赤峰市图书馆 一路升到馆长 2000年任内蒙古群艺馆的馆长 三年后进入这个内蒙古图书馆的任馆长 然后在这个馆长的位置上干了13年,55岁 李小秋出任内蒙古文理厅副厅长 他是排名第1的副厅长,应该算是常务副厅长 那么这是过去半年来第2个 内蒙古的这个官员的自杀 2020年12月12号,去年12号 包头市副市长 王美斌 从阿尔多斯的家中 最楼身亡 就跳楼自杀 也排除这个刑事可能性,就是跳楼自杀 那么当地人都说,王美斌的自杀和内蒙古的 当时的这个政治运动有关,就是煤炭领域的专项整理 2020年的2月 这个内蒙古开始,煤炭资源领域的专项整治,就是政治运动 号称什么呢,倒查20年 从2000年开始 一直查 查20年 那么运动开始之后,内蒙古官场大地震 大量的厅局级干部 落马 历时14个月 14个月下来 厅级官员 62人落马 处级官员 223人落马 党级处分702人,组织处理890人 移送司法机关这个10亿人 结果是1513个项目 煤炭项目 出问题 追缴损失400亿 这就是内蒙古发生的事情 那么最近几年这个中国官员这个自杀的情况屡屡发生 覆盖很多个级别 那么其中 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两种方式 就是字役 上吊,还有一个就是跳楼 那么还有什么跳河 跳河发生在甘肃 甘肃跳黄河最多 还有割腕吃药都有 那么 过去几年官员自杀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那么官方通报呢就是很多官员是因为忧郁症 但是大部分都不相信 那么说这个中国官员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所以这个很多有忧郁症 中国官员压力是很大 但是你能跟一个企业老板比吗 那你能跟一个打工仔他面临的996比吗 这没法比 所以 中国官员所承受的压力是很大 但是 不是最大 所以你没看中国的企业家 中国的这个企业老板 个个都在跳楼 所以这个不能 不足矩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 很多人怀疑什么 怀疑中国官场上的暴力现象 这个有 有很多怀疑 但是没有实据 就没有实际的证据 就是中共本身是暴力组织出身 中共迷信暴力 他本身也非常暴力 所以呢 官员自杀或者官员非正常死亡的时候呢 往往大家都会怀疑 他是不是被政敌干掉 前些年 前些年是有这种现象 特别是 省部级以上干部 省部级以上干部他们是有警卫 是有武警警卫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种权力斗争会不会引发这种 这种暴力 这种 暴力行为 就是 派身边的武警 去做些他想做掉的人 有这种情况吗 有这种说法 但查无实据 但现在看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多的情况是什么 最多的情况就是 自杀 因为被调查自杀 就是 被调查和自杀这种关系关联是最多的 反而这个 反而这个 互相的这种暴力的这种 派警卫的这种情况 有说法 但是没有见到过 没有实力 中共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强力反腐 打老虎拍苍蝇 所以非正常死亡的案件激增 2013年中纪委派出这个中央巡视组 不仅在当地找问题还发明了回头看 大家知道什么叫回头看 就是我们走啦再见啊我们走了我们巡视走离开啦 悄悄的又回来了 杀又回马枪 所以2014年开始各地官员的自杀人数 大涨 暴涨 2014年 到2015年 2015年的时候中组部要求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 启事业单位和高校填写 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统计表 就是2014年死人太多了自杀人太多了 自杀的这个官员太多 要填这个表 但是2015年有个特点 2015年3月 最后三天 连跳四个官员 连续有四个官员跳落自杀 3月29号永善县教育局长杨通全跳落自杀 3月30号永泰县民政局 退休干部 自杀 灵性的退休干部 3月31号连跳两个 一个是安山市 人力资源保障局的这个 这个纪检组长公斌 31号无锡市副书记蒋红亮 就是三天跳的四个官员 那么官方统计2003年到2014年 这11年间 那么 被官方正式认定自杀的有 112人 省部级干部8人 厅级干部22人 处级干部30人 处级以下 52人 那么这些官员主要是 选择的跳楼 主要自杀方式是跳楼 那么最常见的情况是什么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组织调查 组织调查期间 这个自杀 甚至组织 通知调查 就自杀 那么其中有一个例子叫这个南京市委书记 杨卫泽 杨卫泽2015年的1月4号 省委通知他开会 他在办公室里抽了15分钟的烟 应该知道有事了 然后等他去开会的时候 中组部的官员 就进来 经常发生这样的 很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开着开着会 门一打开 就进来中组部 中组部官员 谁谁谁 杨卫泽 我们现在进行组织调查 请你跟我们走 杨卫泽一看 来了 就往这个窗户那儿跑 就准备跳楼 结果被摁住了 所以杨卫泽没有自杀 自杀不成功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场景 那么 那么 中纪委宣布 到后来中纪委已经 要求地方安排这个通知的时候 在一楼 都去一楼开会 长江商报在报道这个杨卫泽 被抓的事件的时候说 说选择自杀是合情理的做法 为什么 他文章说 从经济的角度看 自杀选择是理性的 因为这样做呢 付出的是一条命 但所得到的利益要大于支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共内部有文件规定 如果涉嫌这个维纪的官员自杀了 死了 这个案子就不查了 就不查了 那么如果不查了 那么如果这个官员是涉嫌贪腐的话 那他们家的人就可以保住他们家的人 还有钱 还有钱花 当然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他能保住他的上限 就是 他不用咬出一堆的人 所以他能保住他的上限 他能保住他的上限的话 意味着什么 他的家人就会被他的上限照顾 通常就有这种默契 所以为什么中国官员 会选择自杀 特别是一调查就自杀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这一方面呢 因为反正 只要你一调查 意味着什么 你的政治前途就完蛋了 你的政治前途就完蛋了 那你要么交代 要么死扛 死扛可能性很小 一般都会扛不住 那么扛不住你咬出来呢 结果没有人会保你 那你现在死了 反正你也是烂命一条 你就死掉的话 那老婆孩子能够继续花那些钱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 他保住了 他死了 他是上限不就保住了吗 你不会咬他上限了 上限如果能活下来 生存下来 那 他的 妻儿还有人照顾 是出于这种考虑 所以呢 所以这些官员都知道这个规定 就是如果死了 就不查 所以他们就选择自杀 这个2017年有个案子 很轰动 是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叫张扬 这个人是 就查他 查他 这是郭伯雄时代的人 那么2017年的8月 这个中纪委找张扬谈话 那么调查什么呢 调查这个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 的案子 要交代 交代问题 有时候举报 举报他们的情况 而且讲 张扬你要自己 看你自己的问题 自己好好的想想 你要考虑等等等等 谈了三个月 就找到谈话 谈了三个月 最后呢 扛不住了 扛不住在家里 精神崩溃 在家里上吊自杀 11月23号 谈三个月 上吊自杀 而且特别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部队 所以他一般来说就 部队呢就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他没有把他软禁起来 一般来说会把他软禁起来 双规啊 通常是双规软禁 先自己交代问题 然后再来跟你谈 他这次呢是一直在跟他谈 可能情况没那么严重 但是他扛不住 自杀 2017年 甘肃 官场地震 从年初震到年底 中央巡视组先是巡视 然后再回头看 回头看就杀了回马枪 又回来了 那么肯定是拿了一些线索 然后从2017年的1月11号 这个甘肃省常务副省长 于海燕 这个调查 落马 然后不久 然后就是 蓝州市的副市长陶军峰 省林业厅的厅长马光明 定西市政协副主席彭双燕 华池县委书记张万福 省农姓社的理事长 雷志强 就陆续被查 都落马就在掉 到了3月份 蓝州国土资源局的副局长 张继勋 跳黄河 跳河自杀 蓝州城管局局长 刘洪军 跳楼自杀 到了4月份 4月22号 蓝州市政协主席 于静东跳黄河自杀 4月30号 这个发改委主任周强 跳黄河 尸体都找不到 然后两个多月后 甘肃官场 冲击波更大 7月11号 这个刚刚卸任的甘肃省委书记 叫王三运 王三运调到全国人大 做副 这个 教科文位 委员会副主委 调过去 刚调过去 就落马 就是把他挪开查他 落马 就是 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一落马 那就多了去了 那就劈了啪啪啪就往下掉了 然后蓝州市长 又被查 然后 整个甘肃官场就翻过来了 美电讯报这么说 说中国究竟有多少贪腐官员自杀的准确数据 是得不到的 但是根据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的事件来看 2012年是中国官员自杀最多的一年 那么这一年习近平上台 那么可以说过去10年中国官员自杀潮 和习近平上台 和他上台 和他争权 和他巩固他的地位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中国官员高官自杀的 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或者最重要的源头是哪里 中纪委 中纪委 那么习近平上台 2012年上台 先用的人是谁 一开始用的人就叫王岐山 中纪委的书记 任务是什么 任务就是反贪 打老虎 打苍蝇 王岐山这方面很厉害 王岐山手腕很强硬 那么王岐山做中纪委书记的时候 大规模的使用了两个手段 或者两个工具 第1个叫双规 第2个叫巡视组 那么特点是什么 这两个手段的特点是什么 就是 第1个 没事找事 你不是看过去没事吗 我帮你找点事出来 这些没事找事 中共整人是很厉害 很专业 第2个 就是什么 抓窝岸 就是一抓一串 从你带过来的人 跟你有关联人全抓 就是 大搞窝岸 就是这两个特点 但是双规其实是有争议的 就在中共党内也是有争议 因为双规当初就讲得很清楚 不能打人 不能搞这个 刑讯逼供 但实际上呢 大部分情况是 控制的 但是还是有失控 所以 双规早期是死过人的 而且死的人不少 就是在双规期间 刑讯逼供 把人给打死了 后期呢 就控制的 就是基本上没有刑讯逼供 但是没有刑讯逼供 其实也 也是没有办法的 就基本上 我讲过 中共整人的这个方法 成熟不穷 就是说肉体不打 精神折磨 治正其罪 等等 所以 双规这个行为本身 跟中纪委的这个角色是有关系 中纪委是党的组织 他没有执法权 所以为什么叫双规 就是把你找个地方 给你关起来 比如说宾馆酒店 然后把这个墙上 窗户封死 把墙上铺上那个 棉垫子 防止你撞墙自杀 就让你写问题 交代问题 但是他毕竟是个党的组织 党的组织他没有执法权 他就名不正言不顺 那么最后怎么办呢 这件事情搞下来 搞了快10年了 你就 不大像样 怎么办 改组 改组了国家监察委 把国家监察委合并 和中纪委合并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套人马 两个招牌 就这套人马呢 他转过来 党的组织 再转过来 是国家的监察委 是政府的机构 所以他现在抓人呢 就用什么呢 就用监察委的身份去抓人 他有执法权 那么监察委去抓人 那么中纪委就跟着 基本上就 其实都是一套人马 就这样 那么就解决 解决中纪委执法的这个 名不正言不顺的这个问题 以一党代政的问题 所以 监察委实际上现在就是中纪委的另外一个身份 所以在王岐山 王岐山主政期间 就是中纪委主政期间 中国官员 自杀率是非常高 特别是14年15年 这两年自杀率非常高 然后到了这个习近平的第2个任期 习近平第2个任期19大之后 习近平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发生两个变化 第1个变化 习近平大权在握 权力很大 然后呢 他大权在握之后呢 各个层级的官员都基本上洗了好几遍 上来的第1件事情就是清洗 不断的清洗 用那个王岐山 这个中纪委的方式来清洗 那么抓了底下一个人 他就上级 看听不听话 不听话也洗掉 有责任的 管理责任的 等等 那么洗了好几遍 那怎么办呢 中纪委换人 把王岐山换掉 换了个赵乐吉上来 那么中纪委的角色也没那么重要了 因为都换差不多都换上自己的人了嘛 但是中纪委仍然是 悬在这个中国中共官员头顶上的一把宝剑 那么中央巡视组还继续工作 那么双规就不太多了 现在不存在双规了 直接就是监察委抓人 那么 但是呢 新的任期之后 习近平的方式就换了一种方式 就不是用中纪委 搞大规模的双规啊 这种方式 他搞什么呢 他会选择一个省 进行 搞运动 选择一个省 一个省进行搞运动 选择一个地方进行搞运动 你比如说2017年 2017年甘肃 整个甘肃省 官场地震 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一锅端 那么这是甘肃 到了2020年 2020年是谁 内蒙 也差不多一锅端 你想这个 厅级干部干了多少人 基本上整个的官场 换掉人 那今年什么 今年深圳 深圳从市长夸查 一口气全换了 那么就这么搞 就是他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搞 那么他基本上的做法是抓住一个点 然后往下挖 往下挖 然后扩展 形成什么 形成一个全局性的大清洗的局面 主要干部全换 非主要干部大换 那么内蒙啊 甘肃都这么干 都是这么干 包括深圳也是这么干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运动 这个运动基本上是照搬文革 基本上的 模式就是 他在这个省这个地方搞一搞运动 基本上照搬文革模式 地方政府为主 地方官员为主 省委省政府 为主 然后呢 中纪委 中组部参与 搞文革一样 一模一样 开会 动员 抓典型 举报 自报 自查 搞线索 办案组 搞办案组 认罪 当然行讯逼宫 这个 包括最近的 还有一个最近的是 司法系统 司法系统的整改 学习整改运动 现在要搞三个月 你可以看一下 司法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公安司法体系 人人自危 其实还是这一套 就选 选一个省 或者选一个市 或者选一个体系系统 搞运动 现在就搞这种做法 而且他这种做法 不管他 不顾 就是为了搞运动这件事情 其他全部都不管 不顾后果的搞运动 基本上就是不顾后果的 搞运动 那么大体上就这样 在这些运动当中 又有人跳楼直下了 又有人上吊直下了 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中国官员从过去10年 这个自杀的现象非常的普遍 原因跟中共官场的这个规则有关系 这是第1个 第2个 当然这个官场的规则也是习近平定下来的 那么这是第2 导致这一场自杀运动的原因是什么 是习近平 习近平改变了整个中国官场的运作模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把这个运作模式改变 他非常用了 就是 他还原了中共在文革期间 的各种操作方式 他还原 在官场上还原了这种形式 那么这是第1点 第2点 你想一下 习近平是2012年上的台 到现在才 10年不到 那么中国官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明什么 说明两点 第1点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的厉害 就是 权力斗争它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这是 这个 习近平在这个中国官场推动的这一场 这一场又一场的运动 实际上背后都是跟一样东西有关系 就权力有关系 争夺更多的权力 保住自己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看到 中共的政治领袖 他的权力非常的大 比大家想象的要打得多 你看 他把整个国家给折腾成这个样子 这是第2个 第3个 现在中国的官员 和中国的官场 和1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么有什么不同呢 第1 出身不同 那以前这个 党的系统 抓官员的范围没有现在这么大 现在这个范围非常的广 整个国家的 文官系统 都掌握在党的组织系统当中 然后他们的出身就跟以前要求不同 现在出身的要求 他是对政治的要求更严格 就是他首先要求政治 这个政治来源什么 来源习近平 所以你要看习近平愿不愿意 习近平他会选择对他忠诚的人 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而这些人又会选择对他们忠诚的人 放到他的重要岗位上去 所以政治变成 官员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你可以看 为什么这 这些年 一碰的事 就掉链子 就出丑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以能力为核心 他是以出身为核心 以政治立场为核心 所以这个出身就不一样 第二个 心态不同 那么 中国改革开放 我们经常讲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经济能够从当时处于崩溃的状态 发展到今天 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中共有一个官场的一个激励机制 什么激励机制 就是 你要有政绩 你才能够升上去 前提是你要有政绩 政绩很重要 政绩是激励这些官员 去做更多的事情的一个动力 而且你上一级 那你的待遇就不一样 你得到的利益就更多 所以呢 这种激励机制 到现在心态就不一样 现在的心态是什么 保命 保命第一 保住自己的位置 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但是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那条小命 为什么 中共现在的官场文化越来越暴力 就是 你不小心死于非命 所以他首先是要保命 不行你就自杀吧 差不多是这样 这是第2个 心态不同 第3个 做法不一样 那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想尽一切办法干什么 把GDP搞上去 把GDP搞上去啥都有了 所以呢他的做法 就是 找钱 找项目 跑项目 搞出这些东西来 进行基础建设投资 不断的推动这些事情 那现在就不一样 现在心态不同了 做法不一样 现在的保命要紧 保命要紧就是首先第1个不出错 第1个不出错 第2个政治正确 第3个要跟得紧 就这三个 那么还有一个 是什么 很重要 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 中国官场的一种 风气是什么风气 斗 要斗 必须斗 所以实际上习近平 习近平上台加剧了中国官场的 这种权力斗争 非常的激烈 好吧 在这种高压锅之下 那么扛不住的官员就跳了 就是这样 好 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 请大家不要聊天 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鸣谢 自由雕塑公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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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就像鸦片 权力像鸦片吗 权力像什么 权力会上瘾的 有点像鸦片 是真的 我们在这说话的人 都还没有体会 权力的 权力的甜蜜 观点 自杀的心理动机来自于绝望和恐惧 中共官员的自杀 更是对自己将要面对的极权机器的深深恐惧 观点 自杀等于把自己的案子提前了结 一般是不会继续查下去的 当然周永康这种案子另当别论 也是给家人一条路 周永康没有直杀呀 观点 自从所谓的反腐 战好队的大官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倒霉的都是基层和中层官员 窃听大数据 倒查 宣扬互相揭发 几百元的礼品可能会送走一个领导 现在大一点的城市 官场的情况就是草木皆兵 最终导致官员不办事 就算在现在第一大都市 办点行政手续 流程混乱 不作为 踢皮球这样的 90年代风情又出现了 是 现在不干事 现在官员都不干事 反正就是不出错 第一是不出错 情绪 拼多多黄征退了 字节跳动 张一鸣也退了 湖畔大学关门 加上自杀抓人 可以想见中国现在运动不止 斗争不止 文革2.0真的开始了 还有谁 京东嘛 京东也退了吧 好多退了呢 好多都退了 提问 中共这么干 会不会导致底下的官员不忠诚 如果官员人人自危的话 那国家应该非常不稳定吗 他一层一层的嘛 习近平选忠诚于他的官员 然后他的官员再选择 忠诚于他的官员 不忠诚 他就是 政治正确就是忠诚 其实讲的就是忠诚 但是这个不好说 忠诚这个东西 你 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忠诚 就是说 对人的忠诚是最不可靠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还有权力 那国家稳不稳定 国家不稳定 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关联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像习近平这么折腾 这些被打击的官员难道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吗 有组织的不见得有 单个体也不敢吗 没有 这个没有反抗 没得反抗 中共这么多年搞权力斗争 反抗 我没有见过反抗 怎么反抗 他的权力来自于组织 组织不要你了 你怎么反抗 情况 十几年前 我的同学在法院实习 法院时常有百姓欺而不舍的上访 没有人领 一个实习小姑娘看不下去 给访民一个老阿姨端了杯水 第二天这个实习小姑娘就被告知不用来了 我同学说到这件事情非常认同领导的做法 我在旁边听了没有话说 没多久就出国了 十多年了没想过回国 那这就多了 那就多了 这种情况就 多了去了 我们以前采访的时候 那 我们从大会堂走到北京饭店 这一路 都是不平静的 观点 中共不用制度来制约人的饿 面对缺乏监督的权力 带来的诱惑 很少有人能够抵御这种试探 因此 腐败才层出不穷 我在美国州政府 审计部门工作过 老板是民选职位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 同时媒体以及公民热线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 此外 在政府招标 采购 公众执行权方面 从联邦到地方政府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政府部门官员贪腐的成本相当高 得不偿识 不过 这只是州以下政府的情况 中共的贪腐的情况源于两点 核心的原因 当然还有很多原因 第一点是什么 第一点源自于独裁 大家想一下 什么叫独裁 独裁本身就是我垄断所有的权力 就是我一个政党 我把全国所有的权力 全部抓到我手里 这就叫垄断 垄断了权力就叫独裁 那么当你垄断了权力的时候 谁能监督你 没有人监督你 比如说在美国三权分立 三权一分立的话 你就不能够垄断权力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首先 中共的贪腐 首先它有政治基础 这个政治基础就是什么 就是独裁 这是第一条 所以 中共的贪腐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独裁 除非它放 放弃独裁的权力 否则的话它解决不了 它自身的贪腐的问题 这是无解的 这是解决不了 这是第1个原因 第2个原因是什么 第2个原因是基于 基于 制度的 粗弊 就算你是独裁 你也可以设计一个更完善的 政治制度 和行政体系 但是中共 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它就是 叫什么 干正事千疮百孔 干坏事滴水不龙 就是说 中共自己控制贪腐 其实是有条件 它完全可以控制 可以设计一个 没那么容易贪腐的体制 它有没有这么设计 没有 为什么 水平低啊 一帮农民啊 而且他不想啊 不愿意啊 他没有想长远的问题 他只想眼前啊 所以 就是这两个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第1个是政治基础 第2个是水平太差 观点 如果上级部门让你去查一个人 你查了半天 那个人是清白 你还升个什么值 在上级眼里 你就是个废物 如果用老虎凳 水行逼供出来点口供 那么所有参与案件的人全部升职加薪 谁管这个人是不是冤枉 再说了 双规共产党干部没有一个冤枉 观点 我的亲戚是省部级干部 政法口 是配有随身警卫 但据我所知 不会派警卫去干掉政敌这种事情 警卫一般都是在 都是住在家里 保卫领导和家人的安全 也照料领导私人起居 警卫非常民事理 在家里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也不多问一个问题 警卫是 不管他起居的 起居有秘书 通常领导是有三个人跟着 第1个叫警卫 第2个叫秘书 秘书是跟工作有关系 还有生活秘书 有大秘 大秘就是负责帮他写 讲话这些的 大秘 还有小秘 小秘就是安排日程 还有生活秘书 小秘通常就是生活秘书 那么还有什么 家里还有保姆 还有阿姨 所以领导干部是照顾得很好 警卫是不管生活起居 警卫就跟着他 那么跟着他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就是 通常省部级干部的话 他们家里会有警卫 就是不是一个人 是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但是 是 10个8个是有的 10个8个是有的 省部级干部 有说法 我 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这个案件 有这种说法 提问 请问王老师在 当政治优先的情况下 中国市场经济能否 能够维系下去吗 市场经济不断下降 还有人愿意当官吗 毕竟当官的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 你这几句话都不大对 我都不同意 市场经济下降 没有人愿意当官 当然愿意当官啊 在中国 当官是最好的职业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职业能比 当官更好的了 这是第1个 政治优先之下 跟市场经济没有关系啊 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工具 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平台 跟政治优先没有关系 中共独裁和中国搞市场经济 并不矛盾 这是第1个 第2个 市场经济下降 我不知道 不断下降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中国从几千年来 到现在为止都是一样的 中国人最想做的事 职业 就是当官 为什么 当官收益最大 一直以来 自古到现在 当官的收益是最大的 在所有的职业当中 观点 现在中国的情况和大明王朝1566年一模一样 内阁和司礼间两个部门互相争权夺势 司礼和内阁又内部争斗 皇帝自己坐山观虎斗 要钱而已 导致后期大明王朝一败涂地 提问 中国政治正确和国外的政治正确是一回事吗 当然不是 中国的政治正确就一条 你跟谁 你忠诚于谁 西方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西方的政治正确是 常识 是不是价值观 两个不一样 提问 据说大部分中共官员 终极目标是贪购了钱 全家移民美国 现在官员都限制出国了 美国也制裁中共官员 当官还有动力吗 你说错了 中国官员贪购的钱也不出国 所以大家以为 中共官员贪购的钱就要出国 其实是错的 出国是把老孩子送出去 他自己不走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出国 你想一下 出国语言又不通 又没有人认识他 连个阿姨都没有 实在不舒服 中共的官员出国 几一夜行 都没人认识 他在国内 他在当地 那一出门 到处都是点头哈腰的人 多爽啊 天天都有人拍马屁 有人天天请吃饭 一大堆人围着他 那种感觉 你出国 你贪了十几个亿 跑到美国大街上往那一走 鬼都不认识你 鬼都不理你一个 警察过来还问你两句话 你不是挺讨厌的 所以中国官员出国的动力很小 我以前一直不觉得很奇怪 他的那些钱几辈子都够了 他怎么不走呢 他早就应该走了呀 不走 后来我想 你想明白 就这个原因 根本不走 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官员 说不给他签证这件事情 对中国官员来说真的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观点 代表皇权思想的法家理论 就是从来不相信人的忠诚 所谓 所谓 效忠背后的逻辑都是 富贵收买和杀头的威胁 像海瑞这样既不贪财又不怕死的官员 是皇帝最讨厌和害怕 王先生是否可以谈一下 企业家自杀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 多吗 好像不太多吧 我最近没有听到 企业家自杀的情况 企业家自杀多吗 我没什么印象 观点 基层和中层相比 就是老百姓 捧好领导最实际 吃香喝辣 才能照顾家人 你只是官场中的一个螺丝钉而已 历史上只有贵族造反 和农民造反 有科举上来的官员造反吗 而要农民造反 只有到了没饭吃要饿死 才会有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中国老百姓 真的是太能知足了 情况 实际上现在退休的各级官员 基本上都是惶惶不可终日 不是享受退休时光 而是大多数时 大多时候在回忆以往所作所为 内心很辛苦 是吗 那以前坏事干多了吧 官员 习近平的权力可能没有想象的大 干了两届还在反腐 说明 还没有全部换成自己人 因此 权力目前也不稳固 OK 观点 官员的财产 是和权力 捆绑 没有权 他们的财产也就没了 所谓站着的房子 躺着的地 一跑 全没了 OK 提问 请问王先生谈谈 字节跳动CEO辞职的看法 字节跳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阿里 没有人会成为下一个阿里 也没有人会成为下一个字节跳动 你的意思就是他的老板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马云 就是被整治的情况 他都已经主动辞职了 就应该不会吧 是吧 马云是不愿意走吗 不愿意走就整你 那像这个刘强东啊 这都是食物者 你看 这个不走的 你看下场这么惨 那我就走吧 就这么走 提问 从年初的团拜会的常委边上的座位 都有警卫 警卫坐席 和习每次出询大拼 呼卫 是不是也确实感到现实的危险 是的 1万人 习出门 有1万人跟着 你想想得多人 那得多害怕 然后这个团拜会 政治局常委一桌 外面 警卫坐着 这是很壮观的 老实讲 我真的是从来没见过中共 是这样 是有这样的 这种情形从来没见过 刚才那个网友说 警卫是很规矩的 不会的 是有这个说法 有这个说法 不一定是不会的 提问 请教王老师 同为在这样环境下成长 为什么还能保持良知 良善和思辨能力 而近两年我在大陆工作 见识到无数 坑蒙拐骗 但也认识了几位很良善的大陆朋友 为什么 一样米两百种人 每一种人的生活经历 他的 心智 心智的程度 心智的成长程度 他的思想 他接触的事物 都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 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 他的内心向往什么 所以 会不一样 如果都一样的话 那我们要出来做什么 对吗 你说是不是 随意定是不一样 会有的 会有你见到的 内心良善的人 是会有的 提问 今天听余茂春的采访 在问及美国政府为什么不用宣传战来打破中共建立的防火墙 余回答 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的社会 不以用国家机器来进行宣传战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讲过 我们有一集节目讲 讲过这个问题 讲过什么 这集节目叫什么 西方民主国家怎么对抗中国模式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吧 上个星期节目里面讲到 西方国家是一个 西方民主政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这个开放的体系有很多 它开放的体系不仅仅 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 说你来吧 我欢迎你来 不是这个意思 开放的体系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精密的构成 其中有一样东西 比如说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这一点 它并不是说 仅仅是让你说话这么简单 它有很多的 规定 你比如说 政府不可以有媒体 政府不可以有媒体 这件事情是作为规则来 来遵守 为什么 当政府有 政府有媒体的时候 这个媒体就会干什么 给人民洗脑 就不能给人民洗脑 它有一系列的规则在运行 就保持这种开放的体系 保持言论自由 当然美国有 美国政府是有官方媒体 有什么 美国之音 就亚洲电台 这美国官方媒体 但是它不对美国人民广播 对海外广播 所以它不能够洗人民的脑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呢 西方国家如果 当它面对中国的时候 它面临了一个困难 什么困难 它怎么在保持它的开放体系的同时 又要对抗来自中国的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 中央电视台 CGTN CGTN去按照欧盟或者按照英国的要求 申请 在欧洲 播出 你说怎么办 给不给它播 理论上来说 不能给它播 它宣传共产主义 但是你有规则吗 没有规则 西方文明是基于什么存在 是基于规则存在 如果它符合你的规则 你不给它播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府有了违反规则的权利 那怎么办 让它播呗 这就是西方文明遇到的困难 就是 当它碰到中共这个异端的时候 如果它为了这个异端 去改变它的规则 它可能失去它现有的 开放的体系 它可能得不偿失 因为西方政治 西方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什么 开放的极星 成本最低 效率最高 那如果它改变了 那它就损失了 损失了它的核心 核心竞争力 那怎么办呢 我不说 你去看节目去 好吗 情况 坐标上海 一边给老婆鼠胎动 一边听王先生的直播 我们一家三口支持王先生 感谢 谢谢你 谢谢 情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强烈谴责 美国非法驻军台湾新竹 违反中美联合公报 抗议美国的做法 这个问题现在 国内民众 都要一边倒的支持马上武统 而党员群 今天已经禁止讨论一切有关问题 现在上面的通知要求全力维稳 确保建党100年 和19届六中全会 11月份的六中全会 关系到全中国大部分高官的命运 所以禁止一切讨论 刘鹤的儿子刘天然又涉及 又涉及贪腐案 这个时候爆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个节骨眼上 看 真的是不平静 人人自危 不是以前解放军说过无数次吗 只要美国驻军台湾 就马上武统 没有话讲 那现在美国已经 马小光都已经证实 美军驻台湾了 那应该去武统了吧 再不武统 说话不算数啊 对吧 赶紧武统去 我觉得应该赶紧武统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